印象最深刻的案例是一位 他在某連鎖超市的一個主管 包皮龜頭又反覆的發炎 那他又有 荒蠻性陰莖的問題 那開刀等於說皮一剪開 它裡面全部都是滿滿的污垢 一打開它是那個味道整會出來的 一般來講如果我們的男士呢 有出現 這集合狀況是我們建議上 會割包皮的情況 也有包莖不知道要不要割包皮的困擾嗎 曾有調查發現 割包皮是男性網友們心中最害怕的小手術 第五名 但包皮容易產無納垢 清潔不但恐引發細菌感染 有人說割包皮在房市上 能比較持久是真的嗎 到底割包皮有哪些優缺點 現在就跟著親愛老天使 來破解理師 你好 我是新莊高美泌尿科診所院長 許家豪醫師 割包皮一般來講 就是如果我們的男士 有出現包巾的情況 或者說他包皮一下子推得太後面 卡住 這個我們叫做牽頓性的包巾 那再來如果嚴重的包皮龜頭發炎 或者包皮上有一些異物 那我們處理把它包皮也一起割掉 的確也有一部分的男士是 被他的伴侶來診詢這個 因為伴侶每次在性行為完之後都會發炎 我們會根據包皮包住 還有他頸的程度分成五個等級 平常都整個都推不開 那個就第五級了 那如果說你在勃起的時候 會推不開 那個就會處於在第二級或第三級 一般小男生在三到五歲的時候 他開始包皮跟龜頭 會開始有些分開的機會 那第二個坎呢會落在青春期 青春期男性開始會有第二性症 就開始會有勃起的出現 過了青春期之後 一百個小男生裡面他會剩下一個左右 他是還推不開的 那這個就是真性的包巾 那我們才會建議他的手術 小男生他反覆的包皮龜頭發炎 或是反覆的泌尿道感染 找不到其他原因 那他的包皮又過長整個又包得很緊 那我們就開刀 比較胖的人所遇到的狀況是 一個叫做包埋性的陰莖 那他的包埋性陰莖是說 當他躺下來的時候 因為他肚肚有些小微度 他會感覺他的陰莖有點埋在那邊 那埋在那邊就感覺整個好像都裹在裡面 而且甚至會自己覺得 是不是生殖器比人家小 我們第一個步驟會請病人去運動減重 讓他的小微度消下來 真的去檢查他的 他的生殖器都是蠻足夠的大小 如果說就有機會被推開 那他只要能夠推開 做好他的清潔 那他就沒有一定要割 那我們割包皮的優點 割完之後整個頭頭露出來 他就會很容易的打到一個很好清潔 甚至你在家裡穿個四腳褲 球褲 然後就有一個通風的效果 另外一個 他可以預防陰莖癌的產生 或者國外的研究 他可以預防一部分的性病 發炎的症狀呢 主要在你的龜頭 或是附近的包皮 你會明顯的看到一些紅點 或是整片的紅 他會有一些些的分泌物 然後你會覺得刺刺癢癢的 甚至有的是比較大片 整個龜頭都紅通通的 然後會覺得很不舒服 底下你一直想要去抓 越抓又越破皮 印象最深刻的案例是 包皮龜頭又反覆的發炎 那他又有我們剛才所講到的那種 包脈性陰莖的問題 可是他的發炎又不能不幫他處理 等於說硬著頭皮去幫他開刀 那開刀等於說皮一剪開 他裡面全部都是滿滿的汙垢 一打開他是那個味道整個會出來的 對 然後那個清就已經花滿多時間去清 在清潔的時候你要把整個皮慢慢慢慢的推下來 然後呢如果他正在發紅的時候 你就是用溫水或溫溫涼涼的水去沖洗他 對 然後手可以稍微做一點點的清潔 但是不用吐的太大力 做這樣的清洗之後呢 用乾淨的毛巾擦乾 對 擦乾完之後 我們會建議說他要整個推開 甚至整個下體把它弄得開 張開一點 給他通風然後再把皮皮把它放回去 推不回去通常是你在往後推的時候 就已經開始感受到阻力 通常感受到這樣的阻力的時候 我就會請男士們不用硬往後推 因為硬往後推就會像我剛才一開始提到 那個牽頓性暴鏡 他就卡在這裡 卡在這裡這邊就開始水腫 最後這個頭頭 銀金的盔頭 他的會缺血 壞死 對 所以如果你開始推 就感受到阻力的時候 沒關係 不強求 我們就是能推多少 就清潔通風到這邊就好了 初步會分成三種 一種就是我們傳統的割包皮的方式 那就是用消毒過的器械 把包皮做切割 切割的部分有粗血的地方 用電燒止血 那最後再把整圈割開的包皮 做一個縫合 那第二個大家也常聽到的 就是雷射割包皮 那雷射割包皮 它能夠切割的比傳統的手術更精確一些 而且在雷射切割過去的時候 比較不會粗血 所以雷射再切過去 然後再做止血的動作 它的熱身度也比較不會像電燒那麼的深 所以術後的腫脹跟疼痛也會比較少 但它同樣需要經過整圈的縫合的時間 所以它能夠改善的是 手術時間略短一些大概30分鐘 傳統的手術大概會到40幾到50分鐘 第三個包皮槍的方式 它就是用一個金鐘罩 我們會先保護住我們的龜頭 那把多餘的皮拉起來 多餘的皮拉起來之後 我們再用一個束帶或綁帶把它綁住 前端槍就扣上去了 那槍的話 它前面就是一排的刀子跟釘子 所以它開槍 它的刀子就把皮劃開 釘子就把血管還有我們的傷口直接做縫合 包皮槍在打完麻醉藥之後 十分鐘內會結束手術 手術後因為它的沒有用到電燒這類 所以它手術後的腫脹 的確還會有一些 但是不太會像傳統手術那麼明顯 所以照顧上還有疼痛感上 會優於傳統的手術 像之前有個病人 他就是早上在市場賣豬肉 下午在市場賣魚 所以他的傷口一定都會碰到一些生食的損 那我就請他至少在手術跟當天 跟隔天先休息 然後回來我們確定好傷口 OK 然後把它做一個好的包紮跟衛教之後 他再去上班 割完包皮之後 我們的頭頭就開始面對外界 所以剛手術完 割完包皮的時候 它會有一點敏感 可是通常在一到兩個禮拜左右 慢慢的就適應這個新的環境 那它最後就會變成像我們手腳 這種角質化的皮膚 感覺保護力更好 而且因為你就不那麼敏感 所以你在男歡女愛的時候 他們的認為是有延長這個時間的 對 但目前我們並不會只因為這些小型的研究 就鼓勵大家說 哇每個男生都來割包皮 我們可以增加你的性能力 沒有這樣子的研究能夠確切告訴各位 這個是沒有的 這個是沒有的 對這個還是主要是天生的 割包皮晚的那個初期 你會因為那個敏感度 的確會比較敏感 但我們通常是建議割完包皮的一個月 才開始有性行為 最讓人擔心害怕的十大手術 對那割包皮就龍燈第五名 還有我們男性的蘇精管結紮龍燈第一名 像我自己的做法都會 我們用比較細的針來打局部麻醉藥 那在打之前會提醒男士說 那我準備打針囉 把整個陰莖的根部都打滿麻醉藥之後 我自己也會花上一些時間按摩 然後邊跟病人聊天 把這個藥的藥都按進去 藥效都發揮了 也做過確認 用小鑷子夾夾夾 覺得他都沒有感受到疼痛感 那我們再開始 那通常這樣的對病人來講 效果都蠻好的 喜歡我們的健康聊天室嗎 請幫我們按讚、訂閱、分享 加開啟小鈴鐺 掌握最新的健康知識喔